耶稣死了以后 他的遗体就很快被埋葬了 那画家们常常会有这个画面 耶稣被埋葬的 或者送到坟墓 那如果你们去耶路撒冷 耶稣的坟墓 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真的是隔壁走几步就到了 那若望福音告诉我们 有两个男生出现了帮忙 一个是阿里玛特亚的若瑟 所以他怕犹太人 所以他是在暗中做耶稣的门徒们 可是现在他出来了 所以就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 然后就提供给耶稣自己的 原本准备给自己的坟墓 那是干净的 没有人被埋葬过 然后也有尼克德摩 他也是一个好的法利塞人 承认耶稣是来自天主 可是他不敢公开说 然后他们带了墨药 还有其他的香药 有一百斤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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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看过了那个玛丽 玛丽玛丽的玛丽给耶稣 那个香药也是超多的 可能若望要特别强调 这个埋葬是像其他的都是夸张的 像耶稣把很多很多的水变成就 因为他给我们的救恩 真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力 所以这边的准备给耶稣的遗体的 墨药是很多 然后他们就取了耶稣的遗体 然后就按照犹太人的 埋葬的习俗 用链布和香料把它裹好 就是满紧紧的 像我们之前看过拉萨露 总是这张复活一样子 然后放在那个园子 然后就这样子 那我们看卡拉巴赎这幅画 是在凡迪干美术馆 很漂亮的 你能看到下面有这个石头 很像一个祭台的桌子 然后耶稣的这个遗体 这个手势 很像米凯拉基罗的 撇塌 那个雕刻 然后旁边的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直接看着我们的这个男生 可能是若瑟 可能是尼克勒摩 然后这边是若望 比较年轻的 男生这个是圣母玛利亚 然后玛利的脸 另外一个妇女 他们通通通一起变成一个圈圈的 给我们从上到下这个一个动作 真的快要一起下去的 然后 这个人看着我们 让我们陀入在这个故事当中 真的很漂亮的 然后耶稣被埋葬 按照信经 我们说他下降音符 音符的意思就是死人的地方 所以意思是说真的耶稣死掉了 不是睡着了 所以很多画家 尤其是在东方的传统 包括这个安吉利库 也有这个故事 就是耶稣下降音符 干嘛 他就把拉那些好人 比如说这边是亚当 然后大卫王 就是耶稣出生之前 可是相信天主的人出来 然后魔鬼害怕 然后这边的音符之门被破坏掉了 然后魔鬼被压死的 所以意思是说 耶稣战胜死亡了 然后他手上拿着这个棋子 也常常会出现在 复活的耶稣的话里面的 象征胜利 他赢了 所以魔鬼以为 他可以控制住耶稣 死亡就吞没了耶稣 然后觉得很好 没想到这个 耶稣从这个死亡当中爆炸 给这个死亡也死了 所以耶稣战胜了死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